好的讓我們回到今天的新聞 COVID-19基本上到了一個段落了 我們都活下來了 好像只有那些打過疫苗的人還會繼續得 沒有打疫苗的不管有沒有得過 但是現在好像都沒事了 打過疫苗之後出現什麼眼歪嘴斜啊 小中風啊還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這些我們都不知道是不是疫苗造成的 但是沒有關係我們的CDC說不是 因為我們相信CDC 沒有CDC的話 我們這些人民該怎麼辦呢 CDC是美國的明燈 是世界的希望 這就是為什麼 如果有更可怕的病毒出現的話 我們只要CDC來帶領我們該怎麼做就好 6月初的時候 CDC出了一個公開宣導 如果你得了Monkeypox 猴鬥的話 要如何做愛 第一個你可以選擇線上做愛 可以有無接觸的性愛方式 第二個是你可以跟你的伴侶一起自慰 但是記得要保持社交距離 6英尺的社交距離 不要觸碰有傷口或者被感染的部位 還有其他很珍貴的建議 這是CDC來的方案 上面說如果有人得到Monkeypox的話 最好不要有性行為 但是如果你堅持要做的話 以下是CDC的建議 除了剛剛提到那兩個以外 還包括做愛的時候不要脫衣服 要確保所有的傷口還有感染的地方都沒有外露 還有避免接吻 然後記得做愛完了之後馬上要洗手以及清洗性愛用品 還有盡量減少你的性愛對象來降低感染 還貼心的附上圖片給這些不識字的人 這是一個就是一群大學生喝酒的時候玩的遊戲一樣 就是我從來就沒有在得性病的時候 跟別人發生性行為 然後聽從CDC建議的人就會放下手 因為他們做過 我得性病的時候還是有搞過的喔 我只是都穿著衣服搞而已 這個世界自我控制的能力到底有多差 就連全身都長滿了皮膚病 而且就是傳染率極高的情況下 還是要照顧自己的性慾 這表示這些人沒有任何控制自己慾望的能力 不過也證明了一件事情 這就是政府看待我們的方式 這就是CDC看待我們的方式 對他們來說我們就是一群動物 跟猴子沒有兩樣 對他們來說我們就是一群沒辦法控制自己的動物 因為很明顯 如果你得了猴豆的話 正確的建議 而且最明顯的建議 照道理說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釋的建議 就是不要有性行為 我連需要知道猴豆是什麼都不用 如果一個人說 我有猴豆 我的反應就是離他越遠越好 但是與其說你有猴豆 你全身長滿了暗瘡 你皮膚變得跟蜂窩一樣一個一個一個洞 與其說就不要做愛 他們認為說我們沒有能力做到這些 所以開了一系列的方案 做愛的措施 你得了性病還是可以做愛喔 我猜他們下一句就會說 如果只因為對方得了性病 就拒絕跟他們做愛的話 代表你是在歧視那些可憐而且得病的人 這個就是現代社會的勇氣的象徵 因為有人敢跟得性病的人發生性行為 好勇敢 我們的政府把我們當作是一群無腦無底線無道德觀的動物 只會用本能來生活 所以我們需要被控制 而且所有的權力都要來自於他們 我們不能被相信不能被依賴 因為無法自治 這就是政府看待我們的方式 更令人難過的地方就是 很多人真的就是這樣看自己 他們選擇當一個無能無知無腦的動物 活得沒有尊嚴沒有目的 沒有任何神的形象 就是他們在大力的支持著政府推動的方針 要求把所有有尊榮有目的的神的形象 都要跟撒旦跪拜 當一隻動物 這個樣子他們才會不感覺到被歧視 夏天是不是太無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 合家歡樂又有意義的活動一起做呢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請你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參加 聖夏園遊會 在7月10號上午11點到下午4點 今年的主題是 仲夏之夢 想要幫助更多的人 可以找到他們的夢想 更重要的是 他們造物組 創造他們時候的方向 讓人活得可以更有意義 更有目標 更豐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歡迎所有AI News的觀眾 西家帶卷來參加 有豐盛的食物 飲料 還有大人小孩都愛玩的各式各樣的活動 包括現場樂團演奏 還有抽獎活動 我在這裡真的是說不完 因為我當天也會在 因為那就是我的教會 地址是140 West Lime Avenue Morovia California 91016 詳細情形歡迎到Impact的網站 www.loveimpact.net 來了解更多 為了解更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